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感谢曾伟 各位今天早上 中国跟美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已经签了 各位 美国股市还不错 维持一个什么 一个涨势的一个格局 那台湾股市今天在跌什么 各位 你记不记得我昨天跟你讲报纸在误导你 说台积电根本没有14奈米的制程 所以说华为他把14奈米的一个什么 一个单子下给中心对台积电根本没影响 各位 完全在误导你 当然有影响 各位 今天的盘市会压盘的原因还不是因为台积电续跌吗 各位 其他股票多么的尽责 各位 尽责到都已经把这个跌市把它收敛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讲 有时候你要看报纸做股票 你真的自求多福 回到了盘面 到底现阶段的盘要怎么看 你注意听蔡老师讲解 来各位 今天早上第一个阶段协议签了 对不对 包括中国 人家说是中国投降 我觉得也没有意义 虽然快要遇到了庚子年 庚子全乱120年前 然后八国联军 听起来好像都怪怪的 希望平安无事 来各位 中国购买美国商品对不对 杜绝智慧财产权 这个就真的是很硬 因为中国是抓不胜抓 然后还要强迫技术转弹等等 但是讲了这么一大堆 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继续看下去 得出法人看法 这个结论就是关税问题没有解决 只是情势和缓而已 这代表一律没有消除 各位 而且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启动 中国如果又采取拖制决的话怎么办 所以就这样吧 各位 因为今年的11月份 美国总统大选 各位对不对 你只好继续再受到煎熬吧 各位 但是白宫 我认为还是积极的做多美股 他要宣布进一步的减税计划 所以如果台湾股市相关联高的美国股市持续走扬的话 我相信台湾股市会一如蔡老师所预估的 经过这一次的震荡之后 还是持续的会向上来给你创新高 那为什么这一次会震荡 今天已经1月16号了 我1月14号的解盘你都没认真听 各位 为什么 我说股市是一个小池塘 真正的大水池 大海洋是什么 是会市 由股市再来期货市场 再来才是会市 会市我在两天前 1月14号跟你讲解了什么 我们继续看下去 各位 今天的一个台股最低跌了85点 对不对 然后尾盘呢 小跌 收盘呢 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 打出江波分析图 让大家看跌24点而已 那拉了67点挺好的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下午啊 台积电要把收会 大家都期待台积电连跌两天啊 应该要有什么定心丸嘛 应该要有什么 应该要有止跌效果嘛 但是我们又不是台积电的发言人 而且这次遇到的 台积电遇到的问题好像很硬哦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解好了 各位 加全指数这样回测两天 依旧是多方的架构没有改变 对不对 但是问题在于 1月14号也就礼拜二 蔡老师已经领先这个市场 跟你讲什么 来啦 恭喜啦 新台币汇率再创新高价来到 29.845 我说已经达标了 你如果不晓得这两个字 达标的意思的话 你继续看下去 蔡老师礼拜二凭什么讲达标 来各位 昨天1月15号 你看看哦 有在升值吗 没有啦 央行是不是 有效啦 对不对 只升了嘛 主升了嘛 对不对 你看看 1月14号的买超 已经是缩手了 昨天1月15号 变成卖超 你说蔡老师两天前的预估 正不正确 还没完 继续看下去 今天1月16号 来我问各位 你认为今天外资买还是卖 我认为还是继续卖 所以怎么办 各位这没什么好讲的 你今天看到这个盘式震荡 正好腾出双手来 让其他有题材的个股努力往上表现 这不是挺好的吗 各位 这就是你要有国际观的战略 再加上短线因应对敌的战术 唯有战略加战术 就是用你的盾牌 跟你的什么宝剑 老天爷会赐给你持续赚钱的好运气 就像一个武士一样 你什么通通不用怕 各位 你可以击败主力 主力害不到你嘛 你可以领先法人嘛 做好教嘛 你可以对抗坏消息嘛 因为你就是这个武士嘛 你也可以啊 不用听你坏朋友 再跟你报名牌啦 然后呢 叫你去买 他自己卖掉 各位有没有比比皆是 所以有厉害冲突的建议 通通不要听啊 只有蔡老师的建议你可以接受 因为我都讲在前面嘛 礼拜二没有跟你讲汇率到底啊 短线上啊 那你看连续押回 昨天还卖88亿 各位你去哪里找到这么 不要说精彩绝伦的节目 这叫够专业的节目 各位 进去看下去 维新 为什么跟你讲维新 来各位 你记不记得 蔡老师在12月31号 当时维新回测第三天 我跟你讲 维新要涨了 今天的维新再创新高 94.5 今天收盘多少 请导播打出来 2377的维新收盘 237维新收在93.6 最高94.5 来各位 蔡老师的证据在这里 CES涨 对不对 因为苹果而耀眼 受惠股 2377维新 而且你看得很清楚 我当时跟你讲什么 2020年 MVIDIA跟AMD 都会推出新款的7奈米GPU 对不对 包括 资源即时光影追踪技术 这个报纸的记者 又把蔡老师这些讲的东西 再重复一遍 什么时候讲的 12月31号 去年最后一天 我跟你说的 都领先全市场 来各位 你看看12月31号 那时候维新还在盘下 我问你 这样是不是才会赚钱 我问你 对不对 然后晚上跟你讲 从那一天开始 就没看到85.8了 就一直涨 涨到今天94.5 涨了快10块 各位有没有 蔡老师有在给你介绍一些主力股吗 你看看 什么叫值得信赖的老师 你应该听进去了吧 各位 12月31号858吗 今天945吗 我问各位 我给你介绍的都是你敢买的 各位你知不知道 我希望你要肯定蔡老师的什么 专业 各位你看看 MVD 我跟你讲的一定有国际观 一定有逻辑 不是蔡老师在死吹活吹 笑你要信任我 不是 有逻辑你自己去思考 各位对不对 你看 MVD你看 这15天是不是创新高 有吧 我没骗你 AMD 超为 这15天是不是创新高 有吧 49.96 你再看看蔡老师那一天讲的东西 12月31号 这个在品封大中瓦 赖生活圈都po上去主页的 改都改不掉 各位是不是 然后呢 你看看这礼拜二 1月14号 我说不好意思 下礼拜二已经封关了 所以下礼拜二蔡老师不准备 蔡老师也要好好的过一个年假 对不对 然后呢 1月30号 再为各位持续赚大钱 各位是不是 你看看 我跟你讲 5G标金创新高 到今天还在创新高 今天结标了啦 你知道标到多少吗 我记得我礼拜二晚上讲的时候 是1296亿 今天标到1380亿 来各位 5G竞标 26天激战落幕 标金冲高到1380亿做收 你看你看蔡老师的节目 都在跟这些时代潮流接轨 你每看一集 你就增进一集的功力 这不是挺好的吗 这才是守护者嘛 各位是不是 你看看 我们做的3450的联军 你看 是不是礼拜一最低点 我是不是跟你讲 这份资料是礼拜一盘前 就给制作单位了 礼拜二1月14号 标高吗 各位对不对 昨天呢 你看 然后呢 礼拜二1月14号 你看外资买 投信买 自营商买 你再看看蔡老师 刚刚跟你讲的 来 是不是领先法人 这钩票不领先法人 怎么赚钱 那你领先法人 你就可以把赚钱的股票 倒给他 又不会去害谁 各位对不对 法人他是几百亿的资金 他也没在怕你害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你的朋友 就会陷害你啦 他卖不掉 他就希望你去买他的股票 然后他卖给你 所以这个是讲不出来的 一个什么 一个秘密嘛 不要再听你的坏朋友 报股票了 听进去了没 各位 你看看联军 昨天是不是727 老师做的动作棒不棒 为什么我要这么讲 你再看看今天的联军 多少 695 昨天呢 多少 727 从64块开始涨的 礼拜一嘛 涨到昨天727 赚钱有那么难吗 台积电回党 谢谢啦 你台积电回党 法人才会更加卖力 去拉蔡老师的股票嘛 各位不就这样吗 所以做股票难不难 简单的要命 你只要有蔡老师的讯息 来 还没加入的 你自己去看蔡老师的专业能力 各位 对不对 尤其过年的时间 有七十六集啊 你也可以不用看什么影集啊 看蔡老师这个最棒啊 都有钱赚 各位是不是 我讲的这些内容 市场仅此一家 不会有第二个老师啦 各位 品封大中华赖生活圈 各位 还没加入的打开 手机打开LINE 官方账号你搜寻品封 你把它按加入就好 现阶段很多啊 LINE啊 因为要收钱嘛 很多之前啊 假惺惺的说要服务的 全部都撤掉 舍不得花钱说要照顾散户 这是什么道理啊 各位啊 我也搞不清楚呢 蔡老师都快四万人了 我有在哼一天吗 各位 我也像被蚊子叮一下 哼哼一下 太贵这样吗 我不是要免费让你加入吗 各位 品封大中华赖生活圈 散户守护者 我说这个啊 做梦是要做到三月底啊 你不要以为 昨天今天台积电回档 你就吓到啊 各位啊 今天 来 你看看 事实胜于雄辩 来 你看看 亚光 为什么我要印亚光 你再看到 蔡老师印的时候 当时还是黑的嘛 拉到平盘嘛 对不对 你看看 为什么我要讲亚光 今天亚光收盘收多少 我们请导播再辛苦一下 等一下再进广告 我们打出江波分析 966 各位来 你再看看 来 一档好股票 要不要来回做 持续赚 赚不停 你说蔡老师 帮助到投资人到这个地步 你如果还没有办法赚到钱的 你赶快跟上蔡老师 不要再自己够了 好的东西 你也可以赢嘛 不要说好的机器给你 好的资料给你 你自己也不会做 各位啊 那 神仙难救 无命人 神仙难救 没命人 没命客 信任蔡老师的专业 蔡老师带你直球对决 产业选股 获利必然 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走 把钱准备好 蔡老师教你怎么买股票赚钱 庆祝本公司成立满15周年 给各位感受最大的温暖 蔡老师释出最大的诚意 即将结案 好好把握咨询专线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告 回来继续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一眼星光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 各位啊 台积电在蔡老师节目之后啊 就会来 开发说会 那你认为今天台积电是抗跌还是领跌啊 我问你啊 蔡老师认为台积电是抗跌啊 台积电怎么会是领跌呢 台积电不可以跌是不是啊 那礼拜二台积电创新高 你怎么不歌功颂德呢 把昨天的跌跟今天的跌 都说是台积电搞的鬼 各位人要摸良心啊 各位啊 台积电1月14号的时候 是创历史新高 创历史新高是不可以压回 是不是啊 压回带利空 更漂亮 各位不带利空 那才是game over 各位 如果不带利空 莫名其妙的跌 那才有问题 昨天也跟你讲华为的事 今天在跟你讲什么 等一下我要跟你说 美国政府比他表态 台积电回话也很有技术 只不过我们听话 听话听话听话讲 对不对 你要看得出台积电的想法是什么 来各位 信任专业直球对决 来各位 台积电1月14号礼拜二 是创新高346 对不对 昨天押回来 我就跟你讲华为的是很重要 因为台积电有16奈米制成的 他不用14奈米 他16奈米做得比14奈米好 所以记者媒体不知道 以为说没有关系 那昨天怎么跌那么重 各位今天来 你再看看台积电 一早的时候 ADR又领跌 ADR真领跌 3.29 对不对 3.20 但是呢 也没什么问题啊 之前也有一个倒状啊 对不对 压回来压回来 对不对 又创新高嘛 所以要维持多方的整理架构吗 各位是不是 那今天1月16号 你看哦 他开低330 然后拉上去 我认为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止跌的K线 重点在于啊 我印的时候量能不晓得 比礼拜二 偶修正 礼拜三 1月15号还要来得多 如果他今天的量啊 是比啊 昨天还要来得大的话 就有机会 像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大 各位就有可能止跌啊 你就看他的一个法说会讲得好不好 如果法说会讲得很好 什么叫很好 你知道吗 有一个关键性的回话 各位就这个回话 你看看 什么回话 你看看这里 日本媒体要报了 你看韩国媒体也在影响你 日本媒体也在影响你 我们台湾媒体为什么不自己加加油 自己去问台积电好不好 不要一天到晚啊 都省得跑产业 然后呢 把人家韩国媒体拿出来影响 赏户的权益 你看今天又讲日本媒体 那日本媒体报的一些 好吃的日本料理 怎么不去报啊 一天到晚在攻击我们的台湾之光 台积电 这样好事吗 各位 坏事一件啊 所以要对台积电有信心 对不对 要不要买台积电 枪在手跟着蔡老师走 来各位 华府正加强施压台积电 你看到没有 部美国生产什么 军用晶片 F35 台积电表示 公司从未排除 这句话很漂亮 其实这样讲就好了 他后面接这句话我就笑死了 你看公司从未排除 在美国设厂的一个可能性 只是目前尚无具体计划 这句话要把它改成说 目前积极的规划中 这不是挺好吗 规划有跟规划无谁知道啊 但是你讲成目前尚无具体计划 就太老实了啦 各位有时候对美国政府不要那么老实 但是想一想川普啊 连人家国家伊朗那么大 古波斯帝国的二号人物 都有办法先杀了 再说我看台积电张忠谋先生 退休退休的不错 对不对 因为现阶段是双手掌刺嘛 各位平安无事就好了 各位 所以你来看看台积电 当初押回来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会过三四五 蔡老师知道 因为我知道这个媒体在乱报 你看台积电早就击败三星啊 三星拿New Line你要干嘛 但是会不会影响 会 因为很多啊 外资机构的操盘者 也没有在做机构 也没有在做什么 功课 也是在乱背台 只有蔡老师坚定了信心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就跟你讲 产业研究就是能够让你有持股信心 甚至于说今天啊 下午到底结论是什么 从精彩啊 台积电子公司啊 今天创新高 我们就看出来 可能啊 好事会比较多哦 各位你看看 精彩这一支 为什么我觉得很好笑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一年赚不到一块 而且连续三年亏损 重点在于 他跟创意又一样了 他为什么都享有这个高本益比 因为他爸爸 是台积电啊 富爸爸 所以有一些很不公平的地方 各位 精彩啊 其实十二月份的营收也是衰退 他也有办法创新高 所以得出一个结论 只能讲什么你知道吗 叫做法人看好 其他找不出第五个字 有人在里面啦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说行情啊 实在是多采多支 你错过的话真的很可惜 来各位大力光也一样 今天止跌 大力光也是一样出现了法缩会之后 股价就往上拉 创新高 各位是不是 希望台积电效法一样 郁金光也一样 涨了两百多块压回来啊 大概五十几块 二十五%而已 对不对 后面能不能够发动 郁金光 今天也有止跌讯号哦 各位 联发科来 你来看看 我就跟你讲啊 讲这种话 早不讲晚不讲 在跌生的时候 讲这种话 就会加深投资人的恐惧 果不其然 报大量 联发科 今天持续的一个反转 各位是不是 天机一千 跟天机八百 我才不知道高通 你砍价 砍价有什么用啊 各位啊 你砍价砍三成 人家还是会选择 联发科的天机一千 天机八百嘛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在那边 才会跟各位说 包括什么 CIS概念股 蔡老师跟你讲的 金像光 十二月十七号 今天依旧创新高 116 各位有没有 我跟你讲的违心 从十二月三十一号 大跌的时候 当天晚上跟你介绍 因为我们都买好了嘛 你看大标 短短的十五天 十块钱 联军 这礼拜的 各位是不是 昨天呢 依旧创新高 727嘛 法人都大买嘛 我们再卖给法人 这不是挺好的嘛 各位 你要不要跟着这么做 一切的东西 蔡老师都放在 品封大中华生活圈 各位 你好好地自己去看 还没加入的 很简单 打开你的手机 打开LINE 官方账号搜寻品封两个字 你把它按加入 你就能够跟蔡老师在一起 你看看 这些回档不是很好的一个买进点吗 等等等等 出售 一买就赚钱 所以你要不要有一个帮你研究产业的老师 来当你的一个什么 赚钱顾问 很重要 各位啊 因为这一些是无价之保 各位你知不知道 家经也一样 碳化系 法人什么时候要大拉一台 导入电动车 轻量化 续航生 充电块 各位啊 这一些个股 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封关前 剩下两个交易日 礼拜五 还有礼拜一 下礼拜一 现阶段去讨论 要不要报股过年 我觉得有一点 好像直接宣告投降 没意义 该赚的东西还是要先赚 对不对 过年后再买 还来得及 什么叫做都准备好过年 简直就是都不要做股票了 不要再去跟这一些 拜君之将 臭灾热闹 各位 金言 各位 昨天跟你讲 今天一样创新高 各位有没有 为什么 电动装 因为渗透率 电动车去年5.5 2023年变成15% 市场上的题材就是这样 我希望各位 股海要赚钱本来就很难 来到丰盛号 蔡老师带你专心结枉等于来 什么都不用说 赶快跟上来 我带领你直球对决 产业选股 获利必然 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走 把钱准备好 蔡老师教你买股票 庆祝本公司成立满15周年 给各位感受最大的温暖 即将结案 你好好把握 咨询专线 一通电话 解决你股票 不赚钱的麻烦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节目当中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朋友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